太久沒出國,是不是有點不習慣呢? 其實在我們周邊都一樣找到一些異國風情的景點 純得用鮭魚人碼頭號稱現實版的宮崎準世界 美食混雜的東南亞小魚村 還有很多網紅的打卡勝地 藥色小青春的燈塔 復古綠皮火車震 麥當勞薯條甜品震 隨處可見的壁畫和解頭圖鴉 藝術氣氛超濃厚 可以說是360度無死角 如果你有女朋友,帶她來拍照 這裡一定不可以錯過 滿場桃鴉的食品廠 網紅71便利店 彩虹村 就算手殘男友 在這裡都可以表出大片 魚人碼頭當然不止環境殺食 這裡還有很多裝修超有特色的網紅店 間間都非常出名 可以讓你吃到各種不同的創新融和菜 例如新加坡菜 東南亞美食 港式茶餐廳 網紅興食等等 有條件的還可以試下這間人均一千以上的日料店 吃飽之後還要去附近的網紅咖啡店 一邊看著超舒服的光景 一邊享受鮮女下午茶 除了有得玩、有食之外 附近還有一些舊屋改造而成的民宿 日後玩到累的話 晚上在這裡住一晚 還可以欣賞魚人碼頭的飯碼食 吃飽之後 吃飽之後 吃飽的 吃飽的 顏色 吃飽的